通过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它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关系 而且将来我们还 在设计的时候 这些对象是不是也都来了 对吧 OK 看有什么问题没 教育院那个过程 它那个执行者不是另外一个对象 系统 所以我们把教育院 给它放到系统里面了 这是我们的后台对象 那个是个对象 我当时不是讲过吗 系统边界它有两层含义 一表示它是我们这个系统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告诉它 它是这个系统在教育 然后第二 它是用来帮我们划分领域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注意 我们在画记忆图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注意点 我要求大家能够手画 我要求大家能够手画 这是个小人叫actor 记住啊 名字写到下面 这个是我们的use use case 我一般也把字写到下的 这儿记住 是动兵端语 然后就是我们的几条线 一条是实的 一条是虚的加箭头 实的我们也加箭头吧 一般用定向的 然后再来一条实的 再加一个空心的三角 这三条线 给我们搞清楚就行 那么贯穿始终的 我们要熟悉一下stereotype stereotype 立体类型 这就是我们一个用力图的简单的一个画法 那么下面我对这个用力图 我们来提一些问题 为何一定要使用用力这个概念 询问用户他们究竟看到什么样的系统 然后把他们的描述记录下来 这样不可以吗 这种做法在实际中往往行不通 对于用户的描述 我们往往要用一种结构组织起来 用力就提供了这种组织结构 在记录与用户交谈的结果 以及将这些结果与开发者沟通的时候 这些结构尤为够重要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最早用到我们的用力图 就是在做需求的时候 那么需求是什么呢 需求是建立用户和我们开发设计的一个桥梁 所以应该说任务兼具 你一方面要跟客户达成共识 另外一方面 你还要跟我们后面的实现达成共识 那这完全就是两类人 所以你一定要定一套统一的方式 统一到一套标准 能够把客户的说的废话 能够转换成后面的复杂的设计的话 这个确实不简单 所以有的公司 实际上它是专门有一个需求部门的 需求其实也分两个阶段 大家记住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需求获取 一个叫需求分析及设计 或者你可以这样讲 一个就叫需求分析 一个叫需求设计 需求也有个设计阶段 这样的来考虑 第二 我们和客户交谈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仅限于他们告诉我们的用力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要搞清他们告诉你什么 还要发觉他们没有告诉你什么 你看这里我假想的我们用力主要是在需求里用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我们用力图用的最多就是在需求阶段 我们在设计阶段用的最多的主要是类图 获取用力的难度有多大 以我的经验来说 列出系统的至少是高层的用力 一点也不难 但在深入研究每个用力 并且让用户列出每个场景步骤的时候 会需要一些技巧和经验 这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到 你看我们刚刚在这做一个用力 是不是很简单 特别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过去 更简单 有的时候我们过去了 你根本连那个用力图你都不画 你只是画包 你把几个子模块先给它标出来 对不对 这个多简单 过去一问 你这个系统有几个模块 你给我说一下 对不对 你那个音乐有几个模块 六个模块 那你就把它摆出来 比方说你的音乐播放器 music player 它下面有这些子模块 你就用include 这个工具真是垃圾 这肯定要用依赖关系 怎么可以用关联呢 因为依赖关系更形象 当然用关联 从原来没有定义上 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好 include 就你到时候 这样是不是一目了 对吧 好 在高层用力中 并没有显示出 什么叫高层用力 就是比较粗的这些用力 并没有显示出 参与者和用力之间的 这个关联 这是为什么 就好像我们这个 就算是一个高层用力 高层用力图 那么 因为高层用力图 出现在用户会谈的 早期阶段 这个阶段 它仍然是一个 考虑不成熟的产物 其主要目标 是找出系统 总体需求 及系统编辑和范围 暂时不需要 太多的关联 还有 再下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画 并没有大图吗 仅仅知道 知道每一种类型的图 是什么还不够吗 事实上 有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画 并没有大图 什么叫并没有大图 就是并没有复合图 我们一听到复合图 就理解了 就是什么 就把类图里的东西 用力图里的东西 结构图里的东西 可能要把它揉到一起 我请个例子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 你这是个用力图吗 用力图就这些 就是这些元素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教验信息 教验信息 它实际上就是类嘛 那既然它是类 我就把它添加一个类 class 这个叫什么 教验信息 validate info 给它定义几个属性 定义什么样的属性呢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一个name 就操作了 操作就是函数 除性 给它一个user name 给它一个password 这个元素 class在我们用力图是没有的吧 没关系 我把它拖坏 看没有 然后把这个线转一下 这个可就比我们用小R表示 是不是直观多了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就一目了然 OK 这就是我们的登陆教验信息 这个就 这个时候我们这张图就变成了一个复合图 就是我所说的大图 理解了吧 后面我们会灵活的去讲 怎么去使用 我们的这个大图 讨论 有什么问题没有 关于我们的use case diagram 基本上就已经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比如说那个很复杂的数据库问题 它那个里边操作特别复杂的各个相关的 你是说数据库关系吗 那个这个东西怎么画 类图就可以画 用类图 嗯 就是你刚刚问的各个不同 就是数据库之间复杂的关系 数据库的关系 关系型数据库典型的七种关系 就后面我会教大家 这几种关系怎么画 我们不用用里头画 我们用类图来画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提供一个场景 练一下 叫做超市购物 大家远程的同学也是现在练一下 不管你用手画 我倾向于你用手画 拿张纸 拿个笔 拿个纸 拿个笔 这样你对这个图形理解会更深入一点 用手来画一下 我们超市购物的这样的一个用力场景 你给我画一下 我就不描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超市购物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不用语言去描述它的一个边界了 你看你能画成什么样子 顺便我们稍微休息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曾斌画的这样一个超市购物的用力图 我们给它放到一个照片拍下来 实际上大家以后再去画用力图的时候 一方面可以直接画在本子上 有的时候你不带本子不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拿一张纸给它画下来 然后用照片拍出来 这个也是用力图 所以我要求大家一定要具备手绘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它的这个用力图 从我们解释来看一下 就是从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翻译成自然语言 就是一个actor 这个actor我不知道是谁 选择商品 付钱 然后付钱呢 有个依赖 有两种依赖 一个是找零 一个是刚好 最后结束 那么这个图有几个问题啊 有几个问题 第一 主的执行者 我不知道是谁 就是actor No actor是什么 actor是执行者 你只能这样子去说他 是个执行者 或者是一个角色 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实际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 actor 不对 而且什么actor还画错了 应该怎么画呀 我们要画成这个样子 yes 要画成一个小人 第二 付钱 付钱过程中找零 谁找零啊 好像又缺了一个什么 辅助执行者 看到没有 缺了一个 包括付钱的过程中 缺少一个辅助执行者 第三 这条依赖线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你看我们依赖 我说了依赖关系是不能作为乘数据描述下来的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写清楚它是什么依赖关系 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对不对 第四 既然都是结束 既然都是结束啊 那为什么你不把它用一个呢 你还用两个呢 对不对 有必要用两个用力吗 所以 这张图我们来修改一下 看一下怎么来画 大家看一下我来怎么画啊 首先 customer 顾客 按照你刚才的这个来说 是什么 挑选商品 对吧 挑选商品 找到 找到合适商品 找到合适商品了之后呢 就是付款 付款 有存在什么呢 找零 和 正好 这两种情况 走出商场 走出商场 我们来把连接起来 挑选商品 找到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找到 也有可能找不到 找不到 打个省略号 所以说 它其实也有一个 include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找不到怎么办呢 找不到我们就继续挑写 你看 我怎么来利用这个线条 这地方有个小技巧 当我们在给它拖动这些线条的时候 不好看的时候 你看 你看 我随便拖一个线条 线条过来 我给它多拉一个点 它就会 不同的形状 不好看的时候 在这个工具里面 可以用Ctrl加L 让它自动 标起 找不到了 就继续挑选 再反回来 那么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商品 这是付款 那么付款的时候 如果需要找零 或者正好 这是两种情况 那么正好就直接走出商场 如果需要找零 是需要谁呢 是需要我们的售货员 或者收银员 配合 由我们的收银员来找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给它做一个依赖关系 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来花 对吧 一般我们大家 大家很多情况下 喜欢这样来花 从UML的规范来说 没有错 但是我不建议这样花 因为这样子花的话 我给它摆到一起 有的时候我就有点 不太好去找 不太好去找 就第一时间去找到这个入口 对不对 特别是当这种角色 比方又有更多的角色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从哪开始读 有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会建议大家怎么去呢 画一个依赖关系 反向画 这给它定义一个叫owner 或者叫一个actor 叫执行者 叫执行者 或者叫这个动作的所有人 这样子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找零是由它来操作的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定义 我们的这些商品属性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其实不需要定义 我们的商品属性 如果要定义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定义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这个过程 才是我们 对找零了 找零成功了之后 也有一个走出商场 这个才是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 就拿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来说 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个 很显然 知道该怎么画了吧 所以 为什么 就是你看似你听懂 一般情况下 我找过很多 很多人来练习 就是我每次讲到这类课程的时候 我都会找人来练习 一般情况下 上来画的他都会画不正确 很正常 所以下来一定要多练 记住了 那么大家下来也 自己下来 一定要自己去画一下 试一下 你看我画的过程中很快 好像我想都没想一样 对不对 啪啪啪 一摆一连就行了 可见看头说话 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任务 下来把我们的超市购物 好好画一下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用力图 我们就讲到这里 至少现在我们应该 会了用力图这些基本元素 了解它了 并且知道怎么画了 对不对 我们再看我们新的一张图 叫状态图 什么是状态图呢 状态图就是开关 是描述状态变化的图形 这个地方记住一句话 你看我们 有些话一定要给它记下 我刚刚说用力图是干嘛 是描述需求场景的 或者你可以称为描述业务场景 也可以啊 那么它是用来描述场景或者情景的 那么状态图是干嘛的 状态图是描述状态变化的图形 这个点有的朋友会 会说错 有的朋友会说是什么呢 状态图 是用来描述状态的图形 对不对 当然不是了 一定要记住变化这两个 描述状态 它本身没有太大 实际上 它是描述一个对象 它状态与状态转变的时候的 一个起点和终点 这个 跟我们需求图有什么样一个特点呢 我们需求图是不是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对象 有好几个对象 对不对 我们看他们几个对象配合着一起 做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 有的时候里头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对象 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去填写 就我们进行一个采购的这样一个过程 要先填一个采购单 这个填 填好的采购单 要交给我们的主管的 就我的直属利点批准 我们直属利点批准了 我交给我们部门经理批 我们部门经理批了过后 交给我们采购部门 负责人批 我们如果采购金额过大 我们采购部门负责人批了之后 还要交给我们的总经理批 这样子这个单子最后才去拿去采购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经过这么多的环节 其实我们的那个采购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单局 它的状态是不是在不断的变化 对不对 我们说讲流程流程 我们就要跟踪它的这个流程 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更好地去设计这样一个单局 甚至设计它的税库字段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它的状态变化过程画一下 用谁画 就是状态图 明白了吧 所以它记住啊 它是描述一个对象的 它是描述一个对象的状态表 改变的 那么就拿这个图来看 这是一个电脑启动的这样一个 那么就拿这个图来看